马可福音第一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书上记住说,看啊,我要在你面前拆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为你预备道路。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你们当预备,主的道,修执他的路。 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禁,传回改的禁礼,使罪的事。 犹太全的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禁。 约翰穿落驼毛的衣服,妖术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又传道说,有一个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 我诚然是用水给你们施禁,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禁。 当那些日子,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劲。 他从水里移上来,就看见诸天开了,灵旁扶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我所喜悦的。 灵就立刻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 他在旷野四十天,在那里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 约翰下见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传扬神国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进了。 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撒网在海里,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成为乙的人喂的鱼的。 他们就立刻弃了自己的网,跟从了他。 耶稣从那里稍往前走,又献西门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他们的王。 耶稣随即呼召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门泰和雇佣的仆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 他们到了加百农,耶稣随即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 众人很稀奇他的道理,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 在他们会堂里,有一个人被乌灵附着,他喊叫,说,由着我们吧,你这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圣魔相干。 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 耶稣责备他说,你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乌灵教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从他出来。 众人都惊讶,以至彼此对问说,这是圣魔事,这是圣魔心道理。 他用权柄吩咐乌灵,连乌灵也听从了他。 耶稣的名声随即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 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 只是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 耶稣进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病就立誓离开他,他就服侍他们。 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魔所负的来到耶稣跟前。 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 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赶出许多鬼魔,又不许鬼魔说话,因为鬼魔认识他。 此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出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 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 他们遇见了耶稣,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 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到临近村庄去罢,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特为这事出来的。 他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出鬼魔。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对他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 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对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 他一说这话,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 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去,对他说,你要谨慎,甚么话都不可告诉人。 只要去把你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 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以至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地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 马可福音第二章,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 随即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传道。 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 他们因为人多,不得进钱,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坠下。 耶稣献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儿子,你的罪饶恕了。 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圣魔说这样健忘的话呢? 除了神以外,谁能饶恕罪呢? 耶稣灵里立刻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对他们说,你们心里为圣魔这样议论呢? 或对摊子说,你的罪饶恕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那一样容易呢?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恕罪的权柄,他就对摊子说,我对你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语。 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 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肥的儿子立位坐在睡棺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 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 耶稣在立位家里坐席的时候,有许多税吏和罪人,也与耶稣并他的门徒一同坐席。 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 那时,文士和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用餐,就对他门徒说,他怎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 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住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住。 我来本不是照义人,乃是照罪人去悔改。 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他们来对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 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未甚魔呢。 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 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 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在那些日子,他们就要进食。 也没有人把心不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心不带坏了旧衣服,破得就更大了。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恐怕新酒把皮带裂开,酒就露出来,皮带也坏了,唯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 耶稣当安息日从麦蒂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恰起麦遂来。 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啊,他们在安息日为圣魔做不可做的事呢。 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魏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当大祭司亚比亚他的日子,怎么尽了? 神的店,吃了人都不可吃,唯独给祭司吃的陈舍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呢? 他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马可福音第三章,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哭前了一只手。 他们窥探耶稣,在安息日一致不一致,意思是要控告耶稣。 耶稣对那哭前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 他便对他们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那样是可以的呢? 他们却不作声。 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 他把手一伸,手就付了缘,像那只手一样。 法利塞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急忙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耶稣却和他的门徒退到海边去。 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和犹太跟随他,并且从耶路撒冷,以图买,约旦河外而来。 推罗,西顿的四方有许多人,听见了他所做的大事,也来到他那里。 他因为人多,就告诉他的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住,免得众人拥挤他。 他治好了许多人,甚至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 乌灵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 耶稣严严地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 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 他就选定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拆他们去传道, 并给他们全秉一并,赶出鬼魔。 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 还有西碧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伴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 又有安德烈,肥利,巴多罗买,马太,多玛,亚勒肥的儿子雅各和达太, 并加男人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他们就进屋里去,众人又聚集, 甚至他们连饼也顾不得吃。 耶稣的亲友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 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 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石说, 他是被别西捕附着,是靠着鬼魔之王赶出鬼魔。 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 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 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 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 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 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 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饶恕。 唯独亵渎,圣灵的,永不得饶恕, 乃要担当永远的咒诅。 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乌灵附着的。 当下,耶稣的弟兄和母亲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 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 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 耶稣回答他们说, 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 他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 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 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亲了。 马可福音,第四章,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 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 他只得上到船中,坐在海里, 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 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 在道理之间对他们说, 你们听啊,看啊, 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撒的时候, 有落在路旁的空中的飞鸟来吃尽了。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 土济不深,便立石发苗。 只是日头一出来,苗被立交, 又因没有根,就枯浅了。 有落在荆棘里的, 经集长起来, 把它挤住了,就不结果。 又有落在好土上的, 救生发长大, 并且结果有三十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一百倍的。 他又对他们说,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耶稣独自一人的时候, 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 问他这比喻的意思。 耶稣对他们说, 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 若是对外人讲, 这一切事就用比喻, 叫他们看是看见, 却不晓得, 听是听见, 却不明白, 恐怕他们慎魔时候归正过来, 他们的罪就得饶恕。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 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 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 有撒在路旁的, 就是人听了道, 撒但却立刻来, 把撒在他们心里的道夺了去。 照样, 有撒在石头地上的, 就是人听了道, 立刻欢喜领受, 但他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 即后未到遭了患难, 或是受了逼迫, 立刻就咽气了。 并且有撒在荆棘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后来有金氏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思欲进来, 把道挤住了, 就不能结果。 有撒在好地上的, 就是人听到, 又领受, 并且结果有三十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一百倍的。 耶稣又对他们说, 人拿竹来, 岂是要放在斗底下, 或是床底下呢? 岂不知在竹台上吗? 因为掩藏的事, 没有不显出来的, 隐秘的事, 没有不传出来的。 若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所听的要留心, 你们用肾魔粮气量给人, 也必用肾魔粮气量给你们, 并且要多给你们这听道的人, 因为有的还要给他,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他又说, 神的国如同人把众撒在地上, 黑夜睡觉, 白日起来, 这种就发芽渐长, 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 因为地生五谷, 是出于自然的, 先发苗, 后长岁, 在后岁上结成饱满的子力。 谷一吐碎, 他就用镰刀去割, 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 他又说, 神的国, 我们可用肾魔比较呢, 可用肾魔比喻来比呢。 好像一粒芥菜种, 种在地里的时候, 比地里各样的种都小, 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 比各样的菜都大, 又发出大枝来, 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塑在他的阴下。 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 照他们所能听的, 对他们讲道, 但不用比喻, 就不对他们讲, 他们独自的时候, 他就把一切的道讲, 结给他的门徒听。 当日晚上, 耶稣对门徒说, 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门徒打发众人, 耶稣仍在船上, 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 也有别的小船和他同行, 忽然大起暴风, 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传满了水。 耶稣在船尾上, 枕着枕头睡觉, 门徒叫醒他, 对他说, 夫子, 我们丧命, 你不顾吗? 耶稣起来, 斥责风, 向海说, 住了吧, 静了吧。 风就止住, 大大的平静了。 耶稣对他们说, 为甚魔这样胆怯, 你们怎么没有信心呢? 他们就大大的惧怕, 彼此说, 这是怎样的人, 联锋和海也听从他了, 马可福音第五章, 他们来到海那边加大拉人的地方。 耶稣一下船, 随即有一个被乌灵附着的人, 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 那人常住在坟营间, 没有人能捆住他, 就是多用铁链也不能, 因为人屡次用脚料和铁链捆锁他, 铁链竟被他证断了, 脚料也被他弄碎了, 总没有人能制服他, 他昼夜常在山中和坟营里喊叫, 又用石头砍自己, 只是他远远地看见耶稣, 就跑过去敬拜他, 大声呼叫说, 你这至高神的儿子耶稣, 我与你有甚魔相干, 我指着神肯求你, 不要叫我受苦, 是因耶稣对他说, 你这乌灵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耶稣问他说, 你名叫甚魔, 他回答说, 我名叫群, 因为我们多的缘故, 他就再三地求耶稣, 不要打发他们离开那地方, 在那里离山不远, 有一大群猪卫士, 鬼魔就都要求耶稣说, 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 耶稣准了他们离开, 无灵就出来, 进入猪里去, 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坡, 投在海里, 猪的数目约有二千, 淹死了, 放猪的就逃跑了, 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 众人就来, 要看所做的事甚魔事, 他们来到耶稣那里, 看见那被那鬼魔附着的人, 又是从前被群魔所附的, 坐着, 穿上衣服, 心里明白过来, 他们就害怕, 看见这事的, 便将那鬼魔所附着的人所遇见的, 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 众人就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 耶稣上了船的时候, 那从前被那鬼魔附着的人, 恳求和耶稣同在, 耶稣不许, 却对他说, 你回家去, 到你的亲友那里, 将, 主为你所做的事, 何等大的事, 是怎样连续你, 都告诉他们, 那人就离开, 在低加坡里, 传扬耶稣, 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众人就都稀奇, 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 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 他正在海边上, 忽然有一个广会堂的人, 名叫耶鲁, 他一见耶稣, 就俯伏在他脚前, 窃窃地求他, 说, 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 我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 使他痊愈, 他就必活了, 耶稣就和他同去, 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 有一个女人, 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在许多医生手里, 受了许多的苦, 又花进了他所有的, 一点也不见好, 病是反倒更重了, 他听见耶稣, 就从后头来, 砸在众人中间, 摸耶稣的衣服, 因他说, 我若只摸着他的衣服, 也必痊愈, 于是, 他血漏的源头立刻潜了, 他便觉得身上的那灾病好了, 耶稣顿时心里觉得, 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众人中肩转过来, 说, 谁摸我的衣服? 他的门徒对他说, 你看众人拥挤你, 还说谁摸我吗? 耶稣周围观看, 要现做这世的女人, 然而, 那女人知道, 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 就恐惧战惊, 来俯伏在耶稣跟前, 将事情全告诉他, 耶稣对他说, 女儿, 你的现实你痊愈了,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你的灾病痊愈了。 他还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广汇堂的家里来, 说, 你的女儿死了, 何必还劳动, 夫子呢? 耶稣一听见所说的话, 就对广汇堂的说, 不要怕, 只要谢。 于是带着彼得, 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 不许别人跟随他。 他来到广汇堂的家里, 看见那里乱嚷, 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 他进到里面, 就对他们说, 为甚么乱嚷哭泣呢? 女子不是死了, 是睡着了。 他们就吃笑耶稣。 耶稣把他们都赶出去, 就带着女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 进了女子所握的地方。 他就拉着女子的手, 对他说, 大力大, 古米, 翻出来就是说, 女子, 我对你说, 起来。 那女子立时起来, 并且行走, 原来女子已经十二岁了。 他们就大大的惊起。 耶稣严严地嘱咐他们, 不要叫人知道这事, 又吩咐给他东西吃。 马可福音第六章, 耶稣离开那里, 来到自己的家乡, 他的门徒也跟从他。 到了安息日, 他在会堂里教训人, 众人听见, 就沈稀奇, 说, 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 所赐给他的事何等的智慧, 他手所做的竟是这等异能呢? 这不是那木匠, 马利亚的儿子, 雅各, 约西, 犹大, 西门的长兄吗? 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 他们就厌弃他。 但耶稣对他们说, 大凡先知, 除了本地, 亲属, 本家之外, 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耶稣就在那里, 不得行甚魔异能, 不过按手, 在几个病人身上, 治好他们。 他也诧异他们不屑, 他就往周围乡村教学人去了。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 也赐给他们权柄, 制服屋领, 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 除了拐杖以外, 圣魔都不要带, 不要带口袋和食物, 钱囊里也不要带钱, 只要穿鞋, 也不要穿两件挂子。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无论到何处, 进了人的家, 就住在那里, 直到你们离开那地方。 无论何人, 不接待你们, 不听你们, 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 就把你们脚上的尘土抖下去, 见证他们的不适。 我实在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 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 比纳城还容易受呢。 门徒就出去传道, 叫人悔改, 他们又赶出许多鬼魔, 用油抹了许多病人, 治好他们。 西律王听见耶稣的事, 这是因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 他就说, 失禁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有意能由他里面发出来。 别人说, 那是以利亚。 又有人说, 那是先知, 或想先知中的一个。 西律听见却说, 这是约翰, 是我所斩首的, 他从死里复活了。 先是西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西罗底的缘故, 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肩里, 因为西律已经娶了那夫人。 约翰增对西律说, 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法的。 于是西罗底反对他, 想要杀他, 只是不能。 因为西律知道约翰是义人, 是圣人, 所以敬畏他, 保护他, 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 并且乐意听他。 有一天, 恰巧是西律的生日, 西律摆设沿袭, 请了大臣和军长, 并加利利做首领的。 先前所说之, 西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 使西律和同坐的人都欢喜, 王就对女子说, 你随意向我求圣魔, 我必给你。 他又对他启示说, 随你向我求圣魔, 就是我国的一半, 我也必给你。 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 我可以求圣魔呢。 他母亲说, 施进约翰的头。 他就急忙进去见王, 求他说, 我愿王历史, 把施进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 王就甚忧愁, 只因他所起的事, 又因与他同坐的人, 就不肯推辞他。 王随即拆一个刽子手, 吩咐拿约翰的头来, 刽子手就去, 在尖里斩了约翰的头, 把头放在盘子里, 拿来给女子, 女子就给他母亲。 约翰的门徒听见了, 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 葬在坟墓里。 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 将一切所做的事, 所教训的全告诉他。 他就对他们说, 你们来, 同我独自地到旷野地方, 去歇一歇。 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 他们连吃也没有余闲。 他们就坐船, 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 百姓看见他们离开, 有许多认识他的, 就从各城步行, 跑到那里, 比他们先赶到聚集来见耶稣了。 耶稣出来, 现有许多的人, 就向他们动了慈心, 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于是他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事。 天已经晚了, 他门徒进前来, 对他说, 这是野地, 石猴多已过了, 请打发众人, 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 自己买饼吃, 因为他们没有东西吃。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给他们吃吧。 门徒对他说, 我们可以去买二十个钱的饼, 给他们吃吗?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有多少饼, 可以去看看。 他们知道了, 就说, 五个饼, 两条鱼。 耶稣吩咐他们, 叫众人一帮一帮地坐在青草地上。 众人就一排一排地坐下, 有一百一排地, 有五十一排的。 耶稣拿了这五个饼, 两条鱼, 望诸天祝福, 拨开饼, 递给他的门徒, 未要摆在众人面前。 他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 他们都吃, 并且吃饱了。 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吃饼的男人约有五千。 耶稣随即催他门徒上船, 先渡到那边博塞大去, 等他打发百姓。 他既打发了他们, 就往山上去祷告。 到了晚上, 船在海中, 耶稣独自在岸上。 他看见门徒哗得甚苦, 这是他们阴风不顺。 夜里约有四更天, 他就在海面上走, 往他们那里去, 意思要走过他们去。 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 一位士灵就喊叫起来, 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 且甚惊慌。 耶稣连忙与他们说话, 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 是我, 不要怕。 于是到他们那里, 上了船, 风就住了。 他们心里分外惊讶, 并且稀奇。 这是因为, 他们不思想那分禀的神迹, 他们心里还是刚硬。 他们嫉妒过去, 来到格尼撒勒地, 就靠了岸。 他们一下船, 众人认得是耶稣, 就跑遍周围那一带地方, 他们听见他在何处, 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 凡耶稣所到的地方, 或村中, 或城里, 或乡间, 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道上, 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一边, 凡摸着的人就都痊愈了。 马可福音第七章, 由法利塞人和几个文士, 从耶路撒冷来, 到耶稣那里聚集。 他们既看见他的门徒中, 有人用俗手, 就是没有洗的手, 吃饼就指责起来。 原来法利塞人和犹太众人, 都居守古人的遗传, 若不常常洗手, 就不用餐。 他们从世上来, 若不洗玉, 也不用餐。 还有许多别的规矩, 他们承接居守, 就如洗杯, 灌, 铜器, 并床桌等物。 法利塞人和文士就问他说, 你的门徒, 魏慎摩, 不照古人的遗传, 用没有洗的手吃饼呢? 耶稣回答他们说, 以赛亚指着你们这些 伪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 如经上说,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将人的吩咐, 当做到礼教导人, 所以敬拜我也是枉然。 你们是离弃, 神的诫命, 居守人的遗传, 就如洗杯, 灌等物, 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 好聚守自己的遗传。 摩西说, 当孝敬父母, 又说咒骂父母的, 避至死怕。 你们倒说, 人若对父母说, 凡你从我所当得住的, 已经做了个耳板, 就是说攻陷是可以的。 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 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 使神的道没有果效。 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 耶稣又叫百姓都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个人都要听我的话, 也要明白, 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 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 若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耶稣离开百姓, 进了屋子, 他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 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 不能污秽人, 因为不是入他的心, 乃是入他的肚腹, 又落到茅厕里, 洁净各样的食物吗? 他又说, 从人里面出来的, 那才能污秽人。 因为从里面, 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 奸瘾, 狗和, 凶杀, 偷盗, 贪婪, 邪恶, 诡诈, 淫荡, 恶眼, 亵渎, 骄傲, 愚望, 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 且能污秽人。 耶稣从那里起身, 往推罗, 西顿的境内去, 进了一家, 不愿以人知道, 他却隐藏不住。 因为有一个妇人, 她年少的女儿, 被乌灵附着, 听见耶稣的事, 就来俯伏在她脚前。 这妇人是希腊人, 蜀叙利菲尼基国, 她求耶稣赶出那鬼魔离开她的女儿。 但耶稣对她说, 让儿女们先吃饱, 不宜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妇人回答她说, 主啊, 是的, 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 耶稣对她说, 因这句话, 你回去吧, 那鬼魔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 她回到自己家的时候, 现在鬼魔已经出去了, 她女儿躺在床上。 耶稣又离了推罗和西顿的境界, 经过滴加坡礼经内来到加利利海。 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节的人来见耶稣, 他们求她按手在她身上。 耶稣领她离开众人, 到一边去, 就用指头探她的耳朵, 吐唾摩摩她的舌头, 望天叹息, 对她说, 以法大, 就是说, 开了吧。 她的耳朵就立刻开了, 舌节也解了, 说话也清楚了。 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 但她越发嘱咐他们, 他们越发船扬开了, 又分外稀奇, 说, 她所做的事都好。 她连笼子也叫他们听见, 哑巴也叫他们说话, 马可福音第八章, 在那些日子, 聚集的人甚多, 并没有甚馍吃的, 耶稣叫她的门徒来, 对他们说, 我怜悯这种人, 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 也没有吃的了, 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 就避在路上困乏, 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 她的门徒回答她说, 在这旷野, 人从哪里能得饼, 叫这些人吃饱呢?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有多少饼? 他们说, 七个。 她吩咐百姓坐在地上, 她就拿着这七个饼感谢了, 拨开, 递给门徒, 叫他们摆开, 门徒就摆饼在百姓面前。 他们又有几条小鱼, 耶稣注了福, 就吩咐也摆鱼在他们面前。 百姓就吃, 并且吃饱了, 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篮子。 吃的人数约有四千, 耶稣打发他们走了。 他随即同他门徒上船, 来到大马努他境内。 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 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 想要试探他。 耶稣灵里深深地叹息, 说, 这是代位圣魔求神迹呢? 我实在告诉你们, 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 他就离开他们, 又进船往海那边去了。 门徒忘了带饼, 在船上除了一个饼, 没有别的食物。 耶稣嘱咐他们说, 物要谨慎, 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 他们彼此议论说,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 耶稣知道了, 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神魔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 你们还不醒悟, 还不明白吗? 你们的心还是刚硬吗? 你们有眼睛, 看不见吗? 你们有耳朵, 听不见吗? 你们也不记得吗? 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 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 他们对耶稣说, 十二个。 又拨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 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 他们说, 七个。 耶稣就对他们说, 你们怎么不明白呢? 他来到波赛大, 有人带一个瞎子来, 求耶稣摸他。 耶稣拉着瞎子的手, 领他到村外, 他吐唾沫在他眼睛上, 按手在他身上, 就问他看见圣魔没有。 他就抬头一看, 说, 我看见人好像树木, 并且行走。 随后, 他又按手在他眼睛上, 使他举望, 他就赴了缘, 人人都看得清楚了。 耶稣打发他回家, 说, 这村子你不要进去, 也不要告诉村里的人。 耶稣和他的门徒出去, 往凯撒利亚、 腓利比的村庄去, 他在路上问他门徒, 对他们说, 人说我是谁? 他们回答说, 有人说是失禁的约翰, 但有人说是以利亚, 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个。 耶稣又对他们说, 你们却说我是谁? 彼得回答他说, 你是基督。 耶稣就嘱咐他们, 不要告诉人。 从此, 他教训他们说, 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被长老、 祭司长和文士弃绝, 并且被杀, 过三天复活。 耶稣明明地说那话, 彼得就拉着他, 骂他。 但耶稣转过来, 看着他的门徒, 就责备彼得说, 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因为你不信念, 神的事只信念人的事。 那时, 他叫百姓和他的门徒也来, 对他们说, 凡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地, 必丧掉生命。 然而, 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地, 必救了生命。 人若转的全世界, 却丧了自己的性命, 有甚魔益处呢? 或是人, 还能拿甚魔换性命呢? 所以, 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 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 人子在他, 父的荣耀里, 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 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马可福音第九章,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 有人必不尝死位, 只等他们看见, 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 过了六天, 耶稣带着彼得, 雅各, 约翰, 独独地领他们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他的衣服放光, 极其雪白, 地上漂布的, 彭腹没有一个能飘的那样白。 忽然, 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 并且他们和耶稣说话。 彼得回答耶稣说, 夫子, 我们在这里真好, 可以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以利亚。 彼得远不知道说甚魔才好, 因为他们甚是惧怕。 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 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 说, 这是我的爱, 子, 你们要听它。 忽然, 门徒周围一看, 不再现一人, 只现耶稣同他们在那里。 他们正下山, 耶稣嘱咐他们说, 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 他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门徒将那话存济在心, 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甚魔意思。 他们就问耶稣说, 闻师为甚魔说以利亚必须先来。 耶稣回答告诉他们说, 以利亚实在先来, 复兴一切的事, 经上也指着, 人子说, 他必要受许多的苦, 被人轻慢。 我告诉你们, 以利亚实在已经来了, 他们却任意带他, 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 耶稣到了他的门徒那里, 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 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 百姓一线耶稣都甚稀奇, 就跑上去问他的安。 耶稣问文士说, 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甚魔。 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 夫子, 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 他被哑巴的灵附着, 无论在哪里, 驼抓住他, 使他抽风。 他就口中流没, 咬牙切齿, 身体枯浅。 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驼赶出去, 他们却是不能。 耶稣回答他说, 不信的世代啊, 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 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他们就带了他来。 他一见耶稣, 那灵便叫他抽了一阵风, 他就倒在地上, 翻来覆去, 口中流没。 耶稣问他父亲说, 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 他就说, 从小的时候, 托履赐把他扔在火里, 水里, 要灭他。 倘若你能做甚魔, 求你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孩子的父亲, 历时流泪地喊着说, 主啊,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你帮助。 耶稣看见百姓都跑上来, 就斥责那巫灵。 对他说, 你这聋哑的灵, 我嘱咐你从他里头出来。 再不要进去。 那灵喊叫, 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 就从他里头出来了。 孩子好像死了一般, 以致许多人说, 他是死了。 但耶稣拉着他的手, 扶他起来, 他就站起来了。 耶稣进了屋子, 他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 我们为圣魔不能赶出他去呢? 耶稣对他们说, 非用祷告, 进食, 这一类总不能出来。 他们离开那地方, 经过加利利, 耶稣不愿意人知道。 因他教训他的门徒, 对他们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他们要杀害他, 被杀以后, 第三天他要复活。 门徒却不明白那话, 又不敢问他。 耶稣来到加百农, 他在屋里问门徒说, 你们在路上彼此争论的是甚魔。 门徒却不作声, 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位最大。 耶稣坐下, 叫十二个门徒来, 对他们说, 若有人起义做首先的, 他必做众人幕后的, 做众人的仆人。 耶稣于是领过一个孩子来, 叫他站在门徒中间, 他既抱着他, 就对他们说, 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我的, 不是接待我, 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约翰回答耶稣说, 夫子, 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敏感出鬼魔, 他却不跟从我们, 我们就禁止他, 因为他不跟从我们。 耶稣却说, 不要禁止他, 因为没有人奉我明行神迹, 可以轻易毁谤我。 不抵挡我们的, 就是我们一边的。 凡因你们是属, 基督, 奉我的名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必不失去赏赐。 凡时这信我的一个小子犯罪的, 倒不如把墨石附在这人的景象上, 扔在海里。 倘若你一只手叫你犯罪, 就把他砍下来, 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 胜过有两只手落到地狱, 入那永远不灭的火里去, 在那里, 他们的虫是不死的, 或是不灭的。 倘若你一只脚叫你犯罪, 就把他砍下来, 你瘸腿进入永生, 胜过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 入那永远不灭的火里去, 在那里, 他们的虫是不死的, 或是不灭的。 倘若你一只眼叫你犯罪, 就去掉它, 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 胜过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 在那里, 他们的虫是不死的, 或是不灭的。 因为必用火荡炎炎个人, 凡祭物必用炎炎。 炎本是好的, 若失了炎味, 可用圣魔叫它再闲呢。 你们里头应当有炎, 彼此和睦, 《马可福音》第十章, 耶稣从那里起身, 沿约旦河边僻远, 来到犹太的境界。 百姓又聚集到他那里, 他又照常教训他们。 有法利塞人来问他说, 人休妻可以不可以, 意思要试探他。 耶稣回答他们说, 摩西吩咐你们的是圣魔。 他们说, 摩西许人写了修书, 便可以休妻。 耶稣回答他们说, 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 所以写着条例给你们。 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 神造人是造男造女。 因此,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夫妻二人成为一体。 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 乃是一体的了。 所以, 神配合的, 人不可分开。 到了屋里, 他的门徒又问他这是。 耶稣对他们说, 凡休妻另娶的, 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 妇女若离弃丈夫另嫁, 也是犯奸淫了。 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 要耶稣摸他们, 他门徒便责备那些带小孩子来的人。 但耶稣看见, 就甚不喜悦, 对门徒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要承受神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 必不能进去。 耶稣于是抱起小孩子, 给他们按手, 为他们祝福。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 有一个人跑来, 跪在他面前, 问他说, 良善的, 夫子, 我当做慎模式, 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你为慎模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 诫命你是晓得的, 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 不可亏负人, 当孝敬父母。 他回答耶稣说, 夫子, 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耶稣就看着他, 爱他, 对他说, 你还取少一件, 你去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 他听见那话就愁闷, 悠悠愁愁地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耶稣周围一看, 对他的门徒说, 有钱财的人进, 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 门徒稀奇他的话, 只是耶稣又回答, 对他们说, 小子, 倚靠钱财的人进, 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 骆驼穿过真的眼, 比财主进, 神的国还容易呢。 门徒就分外稀奇, 彼此说, 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看着他们, 说, 再人是不能, 再神却不然, 因为神凡事都能。 彼得就对他说, 看啊, 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 耶稣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 或是弟兄, 姐妹, 父母, 妻子, 儿女, 田地, 没有不在金石返的百倍的, 就是房屋, 弟兄, 姊妹, 母亲, 儿女, 田地, 并且要受逼迫, 再来世必得永生。 然而, 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 在后的将要在前。 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 耶稣在前头走。 他们就稀奇, 跟从的时候, 他们也害怕。 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 就告诉他们, 自己将要遭遇的是圣摩世, 说, 看啊,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 他们要定他死罪, 交给外邦人。 他们要戏弄他, 鞭打他, 吐唾沫在他脸上, 杀害他。 到第三天, 他要复活。 西比泰的儿子雅各, 约翰来见耶稣, 说, 夫子, 我们无论求圣魔, 愿你给我们做。 耶稣对他们说, 要我给你们做圣魔。 他们对他说, 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 一个坐在你右边, 一个坐在你左边。 耶稣却对他们说, 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圣魔, 我所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我所受的尽, 你们能受吗? 他们对耶稣说, 我们能。 耶稣对他们说, 我所喝的杯, 你们必要喝, 我所受的尽, 你们必要受。 只是坐在我的左右, 不是我可以赐的, 乃是为谁预备的, 就必赐给谁。 那十个门徒听见, 就甚不喜悦雅各, 约翰。 耶稣却叫他们来, 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 外邦人有尊位君王的, 治理他们, 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 不可这样, 你们中间, 谁愿为大, 倒闭做伺候你们的, 在你们中间, 谁愿为首, 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因为, 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他们到了耶利哥, 耶稣同他门徒并数目许多的人, 出耶利哥的时候, 有一个瞎子, 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 坐在路旁乞讨。 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 就喊着说, 你这大魏的子孙耶稣啊, 可怜我吧。 有许多人责备他, 不许他作声, 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 你这大魏的子孙啊, 可怜我吧。 耶稣就站住, 吩咐人叫过他来。 他们就叫那瞎子, 对他说, 放心, 起来, 他叫你了。 瞎子就丢下衣服, 起来到耶稣那里。 耶稣回答他说, 要我为你做圣魔。 瞎子对他说, 主, 我要能看见。 耶稣对他说, 你去吧, 你的信使你痊愈了。 瞎子立刻看见了, 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马可福音第十一章。 他们进了耶路撒冷, 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 在橄榄山那里, 耶稣就打发他两个门徒出去, 对他们说, 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 一进去的时候, 你们必看见一匹驴居附在那里, 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把驼解开, 牵来。 若有人对你们说, 你们为圣魔做这事, 你们就说, 主要用驼, 那人必立时把驼牵来。 他们去了, 便看见一匹驴居附在门外旁边, 岔路口上, 他们就把驼解开。 在那里站着的人, 有几个说, 你们解驼居做圣魔。 门徒照着耶稣, 所吩咐地对他们说, 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 他们把驼居牵到耶稣那里,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驼上面, 耶稣就骑在驼上。 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 也有人把树上的树枝砍下来, 铺在路上。 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 和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那将要来的我祖大魏之国, 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和善那至高在上, 耶稣进了耶路撒冷, 入了圣殿。 那时, 他周围看了各样物件, 天色已晚, 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 往伯大尼去了。 第二天, 他们从伯大尼而来, 耶稣饿了。 远远地看见一颗无花光, 果树, 树上有叶子, 他就往那里去, 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圣魔。 他到了树下, 竟找不着圣魔, 不过有叶子, 因为皆无花果的时候, 还没有到。 耶稣就回答, 对数说, 从今以后, 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 他的门徒也听见了,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 耶稣进入圣殿, 赶出殿里做买卖的人, 推倒对钱之人的桌子, 和卖鸽子之人的椅子, 也不许人拿着圣魔器具, 从殿里经过。 他便教训他们说, 经上不是记住说, 我的殿必成为列国祷告的殿吗? 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 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 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 这是因他们怕他, 因为百姓都吸弃他的道理。 到了晚上, 耶稣出城去。 早晨, 他们经过的时候, 看见无花果树从根枯浅了。 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 就对他说, 夫子, 请看, 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浅了。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在神里当存信心。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已离此地, 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按他所说的给他成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 你们所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圣魔, 只要你们信是渴得住的, 就必得拙。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 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 就当饶恕他, 好叫你们在天上的, 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然而, 你们若不饶恕人, 你们在天上的, 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 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 祭司常和文士并常老进到他前来, 对他说, 你仗着圣魔, 全饼做这些事, 给你这全饼做这些事的是谁呢? 耶稣回答他们说, 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回答我, 我就告诉你们, 我仗着圣魔全饼做这些事。 约翰的禁礼是从天上来的, 还是从人间来的呢? 你们可以回答我。 他们彼此商议说, 我们若说从天上来, 他必说, 这样你们为圣魔不信他呢? 但我们若说从人间来, 他们又怕百姓, 因为众人真以约捍卫先知。 他们就回答耶稣说, 我们道不出来。 耶稣回答他们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仗着圣魔全饼做这些事。 马可福音第十二章, 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 周围圈上篱笆, 挖了一个压久处, 盖了一座楼, 租给园户就往远方去了。 到了时候, 他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 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 园户拿住他, 打了他, 叫他空手回去。 他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 他们用石头打他, 打伤他的头, 并且凌辱他, 叫他回去。 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 他们就杀了他, 后又打发许多仆人去, 有被他们打的, 有被他们杀的。 这样, 还有一个儿子, 乃园主所疼爱的, 末后又打发他到他们去, 意思说, 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 不料, 那些园户彼此说, 这是承受产业的, 来吧, 我们杀他, 产业就归我们了。 他们便拿住他, 杀了他, 把他丢在园外。 这样, 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 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 将葡萄园转给别人。 你们岂没有念过这圣经说, 将人所弃的石头, 成为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主所做的, 在我们眼中看位稀奇吗? 他们就想要捉拿他, 只是惧怕百姓, 因他们知道, 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 他们于是离开他走了。 他们便打发几个法利赛人, 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 要救着他的话陷害他。 他们来了, 就对他说, 夫子, 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 一人你都不逊情面, 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 乃是诚诚实实传, 神的道, 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 我们该纳不该纳。 但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 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甚魔试探我, 拿一个钱来给我看, 他们就拿了来。 耶稣对他们说, 这项和这好是谁的? 他们对他说, 是凯撒的。 耶稣回答他们说, 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 神的物当归给神。 他们就吸气他, 就有撒都该人到耶稣那里, 撒都该人常说, 没有复活的事。 他们问耶稣说, 夫子, 摩西卫, 我们写着说, 人若有兄弟死了, 披下他的妻子, 没有儿女, 他兄弟当娶他的妻, 为哥哥生子利后。 如今有弟兄七人, 第一个娶了妻, 死了, 没有留下孩子。 第二个娶了他, 也死了, 没有留下孩子。 第三个也是这样, 那七个人都娶过他, 总没有留下孩子, 末了, 那妇人也死了。 故此, 当复活, 他们要起来的时候, 他将是那一个的妻子呢? 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所以错了, 岂不是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 不晓得神的大能吗? 人从死里复活, 也不娶也不嫁, 乃像天上的天使一样。 论到死人复活, 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上所在, 神怎样在荆棘中对摩西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 神, 以撒的, 神, 雅各的, 神吗? 神不是死人的, 神乃是活人的, 神, 所以你们是大错了。 有一个文士来, 听见他们辩论, 现耶稣回答的好, 就问他说, 一切诫命中, 那是第一要紧的呢? 耶稣回答他说, 一切诫命中, 第一要紧的就是说, 以色列啊, 你要听, 主我们, 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 尽性, 尽意, 尽利爱, 主你的神, 这是第一要紧的诫命。 其次也相仿, 就是说, 你要爱临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那文士对耶稣说, 你说得好, 夫子, 你说得不错, 因为只有一位, 神, 除了他以外, 再没有别的神, 并且尽心, 尽职, 尽性, 尽利爱他, 人又爱临如己, 就比一切全生的凡记, 和各样祭祀为好。 耶稣献他回答的有智慧, 就对他说, 你离神的国不远了。 从此以后, 没有人敢再问他慎魔。 耶稣在殿里教训人, 回答说, 文士怎么说, 基督是大魏的子孙呢? 大魏自己被圣灵感动, 说, 耶和华对我, 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 所以大魏自己称他为主, 这样, 他怎么又是大魏的子孙呢? 平民都喜欢听他。 耶稣在道理之间, 对他们说, 你们要防备文士, 他们爱穿长衣出网, 喜爱人在金石上问他们的安, 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 沿袭上的首座, 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 假意做很长的祷告, 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咒诅。 耶稣对银库坐着, 看百姓怎样投钱入库, 多有财主往里投了许多的钱。 有一个穷寡妇来, 往里投了两个小钱, 就是一个大钱。 耶稣叫他的门徒来, 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穷寡妇所投入库里的, 比众人所投的更多。 因为他们都是自己多有余圣, 拿出来投在里头, 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 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马可福音第十三章, 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 他门徒中有一个对他说, 父子,请看, 这里是何等的石头, 何等的电雨。 耶稣回答对他说, 你看见这些大电雨吗? 将来在这里, 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了。 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 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 请告诉我们, 圣魔时候有这些事呢? 这一切是要成的时候, 有圣魔预兆呢? 耶稣回答他们, 就说, 需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许多人冒我的名来, 说, 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不要惊慌。 这样的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默契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地震, 饥荒, 患难, 这都是苦难的起头。 但你们要谨慎, 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工会, 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 你们又要为我的缘故, 站在官长与君王面前, 见证他们的不适。 并且福音必须先传给列国。 然而, 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 不要预先思虑说圣魔, 也不要先筹算。 到那时候, 赐给你们圣魔话, 你们就说圣魔, 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 乃是圣灵。 兄弟把兄弟, 父亲要把儿子卖到死地, 儿女要起来与自己父母为敌, 害死他们。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 唯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但那时候, 你们既看见但以李先知所说, 那行毁坏可憎的, 站在不当站的地方。 读这经的人, 需要会议, 在犹太的就当逃到山上, 在房上的, 不要下到屋中, 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 在田里的, 也不要回去取衣服。 只是当那些日子, 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 你们应当祈求, 叫你们逃走的事, 不在冬天临到。 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苦难, 自从神创造造物直到今时, 并没有这样的苦难, 后来也并没有。 若不是, 逐减少那些日子, 凡有血气的, 总没有一个得救的, 只是为所选的民, 他已将日子减少了。 那时, 若有人对你们说, 看啊, 基督在这里, 或说, 看啊, 他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 基督, 假仙之将要起来, 显神计其事, 倘若能行, 就把选民迷惑了。 但你们要谨慎, 看啊, 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 但在那些日子, 那灾难以后, 日头要变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天上众星要坠落, 天势都要震动。 那时, 他们要看见, 人子有大能力, 大荣耀, 驾云降临。 他要拆遣天使, 把他的选民, 从四丰, 从得及止到天边, 都招聚了来。 你们可以学个 无花果树的比喻, 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 夏天尽了。 这样, 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 也该知道, 日子尽了, 正在门口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时代不能过去, 只等这些事都成就了。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但那日子, 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有父知道。 你们要谨慎, 警醒祈祷, 因为你们不晓得 那日期几时来到。 人子如同一个人 往远方去, 离开本家, 把权柄交给他的仆人, 分派个人当做的工, 又吩咐看门的警醒。 所以, 你们要警醒, 因为你们不知道, 家主慎魔是后来, 或晚上, 或半夜, 或鸡叫, 或早晨, 恐怕他忽然来到, 看见你们睡着了。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也是对种人说, 要警醒, 马可福音第十四章, 过两天是逾越节, 又是除教节, 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 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 把他治死。 只是他们说, 当节的日子不可, 恐怕百姓生乱。 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盒几宝贵的针打搭香膏来, 她打破玉盒, 把膏交在耶稣的头上。 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 说, 为何这样枉费香膏呢? 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 周济穷人, 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 耶稣说, 由他吧, 为甚魔难为他呢。 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 他来世要为我安葬的事, 预先要把香膏交在我身上。 我实在告诉你们, 普世之间, 无论在圣魔地方传着福音, 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 为他纪念。 十二门徒之中, 有一个加略人由大去建计司长, 要把耶稣卖给他们。 他们听见就欢喜, 又应许给他钱。 他就寻思如何的变卖耶稣。 除教节的第一天, 就是载于月阳高的那一天, 他门徒对耶稣说, 你吃于月节的筵席, 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 耶稣就打发他两个门徒出去, 对他们说, 你们进城去, 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 你们就跟着他。 他进那家去, 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 父子说, 客房在哪里? 我与我门徒, 要在那里吃于月节的筵席。 他避之给你们摆设齐备的一间大楼, 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 他的门徒出去, 进了城, 所预见的正如耶稣对他们所说的, 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 到了晚上, 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 他们作息吃完的时候,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 他们就忧愁起来, 一个一个地对他说, 是我摩。 又另有一个说, 是我摩。 耶稣回答他们说, 是十二个门徒中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 人子必要去世, 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 但那卖人子的人有祸了。 那人若不曾生在世上道好。 他们吃完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住了福就剥开, 递给他们, 说, 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 他又拿起杯来, 感谢了, 将杯递给他们, 他们都喝了。 耶稣对他们说, 这是我立新约的血, 未多人流出来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再喝从葡萄所出的, 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心的那日子。 他们唱了诗, 就出来, 往橄榄山去。 耶稣对他们说, 今夜, 你们都因我而厌弃, 因为经上记住说, 我要击打牧人, 养就分散了。 但我复活以后, 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 彼得却对他说, 众人虽然厌弃, 我总不会。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就在今天, 这夜里, 鸡叫两遍一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却更吉利地说, 我就是要和你同死, 也总不能不认你。 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克西玛尼, 耶稣对他门徒说, 你们坐在这里, 等我祷告。 耶稣于是带着彼得, 雅各, 约翰童去, 就大大惊恐起来, 极其难过, 对他们说, 我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 警醒。 他就稍往前走, 俯伏在地, 祷告说, 倘若可行, 便将那时候过去。 他说, 阿爸, 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 求你将这被撤去。 然而, 不要从我的意思, 只要从你的意思。 耶稣回来, 现他们睡着了, 就对彼得说, 西门, 你睡觉吗? 你不能警醒一时吗? 你们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耶稣又去祷告, 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 耶稣回来, 现他们又睡着了, 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耶稣第三次来, 对他们说, 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 够了, 时候到了, 看啊, 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起来, 我们走吧, 看啊, 那卖我的人尽了。 他正说话之间, 随即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 并有极多的人带着刀棒, 从祭司长和文士并场老那里与他同来。 纳麦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 说, 我与谁亲嘴, 谁就是他, 你们把他拿住, 牢牢靠靠地带去。 犹大一来, 随即到耶稣跟前, 说, 夫子, 夫子, 便与他亲嘴。 他们就下手拿住他。 旁边站着的人, 有一个拔出刀来, 将大祭司的仆人袭了一把, 削掉了他一个耳朵。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 如同拿到贼吗? 我天天教训人, 同你们在殿里, 你们并没有拿我, 只是圣经上的话必要应验。 门徒都撇弃他, 逃走了。 有一个少年人, 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 少年人就捉拿他。 他便丢了麻布, 赤身逃避他们了。 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 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病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 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 一直进入大祭司的宫里, 彼得和仆人一同坐在火光里, 烤火自暖。 祭司长和全宫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 要致死他, 却寻不住。 因为有许多人作假见证告他, 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 又有几个人起来, 作假见证告他, 说, 我们听见他说, 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 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 但他们这魔作见证也是各不相合。 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 问耶稣说, 你甚魔都不回答吗? 这些人作见证告你的是甚魔呢? 耶稣却不言语, 一句也不回答。 大祭司又问他, 对他说, 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 基督不是。 耶稣说, 我是, 你们必看见, 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大祭司就撕开自己衣服, 说, 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 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 你们的意见如何? 他们都定他犯了死罪, 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 又蒙着他的脸, 用拳头打他, 对他说, 你说预言吧。 又有仆人用手掌打他。 彼得在下边公院里, 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 他向彼得烤火自暖, 就看着他, 说, 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的耶稣一伙的。 彼得却不承认, 说, 我不知道, 也不明白你说的是甚魔。 彼得便出来, 到了前院, 激酒叫了。 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 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 这也是他们一挡的。 彼得又不承认, 过了不多的时候, 旁边站住的人又对彼得说, 你真是他们一挡的, 因为你是伽利利人, 而且你的口音也像。 彼得就发咒启示地说, 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 激酒叫了第二遍, 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 激叫两遍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思想起来就哭了。 马可福音第十五章, 一到早晨, 祭司常和长老闻是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 就把耶稣捆绑带去交给彼拉多。 彼拉多问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回答他说, 是你说的。 祭司常告他许多的事, 他却一言不答。 彼拉多又问他说, 你甚么都不回答吗? 你看, 他们作件正告你的事何等多的事。 只是耶稣仍不回答, 一致彼拉多觉得稀奇。 每逢那节期, 巡抚照百姓所求的, 是放一个囚犯给他们。 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 和与他一同作乱的人受捆绑, 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 众人大声呼叫, 开口求巡抚, 照常立给他们办。 彼拉多却回答他们说, 你们要我是放犹太人的, 王给你们吗? 他远晓得, 祭司常是因为嫉妒, 才把耶稣解了来。 只是祭司常挑唆百姓, 叫他是放巴拉巴给他们。 彼拉多便回答, 又对他们说, 那模样, 你们所称谓犹太人的, 王, 你们愿意我怎么办他呢? 他们又喊着说, 把他钉十字架。 彼拉多就对他们说, 为圣魔呢? 他做了圣魔恶事呢? 他们便愈发极力地喊着说, 打他钉十字架。 彼拉多要叫百姓满意, 就是放巴拉巴给他们, 将耶稣交给人, 彼拉多将他鞭打了, 要钉十字架。 兵兵把耶稣带进成 魏总督府的大厅里, 并且他们叫起了全营的兵。 他们给他穿上紫袍, 又用荆棘做官免套他的头, 就庆贺他说, 恭喜犹太人的王啊。 兵丁又拿一根尾子打他的头, 吐唾沫在他脸上, 屈膝敬拜他。 他们把他戏弄完了, 就给他脱了紫袍, 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 带他出去, 要钉他十字架。 有一个鼓励奈人西门, 就是亚历山大和鲁福的父亲, 从乡下来, 经过那地方, 他们就勉强他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他们带耶稣到了各个他地方, 各个他翻出来就是独楼地。 他们又拿墨药吊河的酒给耶稣喝, 他却不受。 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便分了他的衣服, 为衣服至迁, 看个人的圣魔。 他们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四出的时候, 在上面有他的罪状, 写的是犹太人的王。 他们又把两个盗贼和他同钉十字架, 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 这就应了圣经上的话说, 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较他, 摇着头说, 可, 你这拆毁圣殿, 三日又建造起来的, 可以就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 彼此说, 他救了别人, 不能救他自己。 以色列的王, 基督, 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 叫我们看见就信了。 那和他同钉的人也是辱骂他, 从武证到深处, 遍地都黑暗了。 深处的时候, 耶稣大声喊着说, 以罗伊, 以罗伊, 拉玛撒八个大逆, 翻出来就是,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神魔离弃我。 旁边站着的人, 有的听见就说, 看啊, 他叫以利亚呢。 有一个人跑去, 把海戎沾满了醋, 绑在尾子上, 送给他喝, 说, 游着吧, 我们且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 耶稣大声喊叫, 气就断了。 殿里的帽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对面站住的百夫长, 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 就说, 这人真是神的儿子。 还有些妇女远远地观看, 那中有摩大拉的玛利亚, 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 并有撒罗米, 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 跟随他, 服侍他的那些人, 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许多妇女, 在那里观看。 到了晚上, 因为这是预备日, 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 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 他是尊贵的义士, 也是等候神国的, 放胆进去献比拉多, 娶了耶稣的身体。 比拉多诧异, 耶稣已经死了, 便叫百夫长来, 比拉多问他, 耶稣死了久不久。 他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 就把耶稣的尸首给了约瑟。 约瑟买了细麻布, 把耶稣取下来, 用细麻布国好, 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 又滚过一块石头到墓门那里。 摩达拉的玛利亚和约瑟的母亲玛利亚, 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 马可福音第十六章。 过了安息日, 摩达拉的玛利亚, 雅各的母亲玛利亚, 并撒罗米, 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出太阳的时候, 他们来到坟墓那里。 他们彼此说, 谁能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 他们一看, 箭石头已经滚开了, 那石头原来很大。 他们进了坟墓, 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 穿着白色长衣, 他们就慎惊恐。 那少年人对他们说, 不要惊恐, 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拿撒勒的耶稣。 他已经复活了, 他不在这里。 请看他们安放他的地方。 但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 说他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你们要献他, 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 他们就急忙出来, 从坟墓那里逃跑, 这是因他们又发抖又惊奇。 他们甚么也不告诉人, 因为他们害怕。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耶稣既已复活了, 就先向摩达拉的玛利亚显现。 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魔。 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 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 他们听见耶稣活了, 被玛利亚看见, 却是不信。 后来门徒中间, 有两个人往乡下去, 走路的时候, 耶稣变了形象, 向他们显现。 他们就去, 将这是告诉其余的门徒, 其余的门徒也不信他们。 后来, 十一个门徒作息的时候, 耶稣向他们显现, 责备他们不信, 心里刚硬, 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 看见他的人。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世上去, 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 信而受尽的, 必然得救, 唯有不信的, 必被咒诅。 信的人必有这些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他们奉我的敏感处鬼魔。 说心方言, 他们手能拿舌, 若喝了肾魔害命的物, 也必不受害。 他们手按病人, 病人就避好了。 主和他们说完了话, 就被接到天上, 坐在神的右边。 门徒出去, 到处传扬福音, 主和他们同工, 用神迹随着正识所传的道。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